五谷区新真理近来在中心路一段的巷内完成的时光廊道彩绘 不但在线过往淡水河畔的风情 包括像是古厕、彩竹笋以及晒稻谷的画面 都让长者很有感觉 也希望年轻的一代能够共同传承 一群人好似在竹筏上过河 看起来相当的复古快旧 原来这里是五谷区新真理刚完成的时光廊道彩绘 李总希望透过这样的主题 让彩绘可以更贴近在地 我们特别在农历过年前 在整个我们新真健康步道 做一个3D的一个立体彩绘 就把整个古早时代的新真理博阿寮的意象 整个画在整个步道上面 让民众让我小时候的记忆滑着足波 然后捕鱼的一个情形 然后包括整个我们新真工的一个意象 整个在步道的3D彩绘呈现 让一些长辈在健康步道散步的过程当中 可以重享儿时的记忆 这一幅幅过往新真理的画面 不只希望让长者看了很有感觉 更希望可以让年轻一辈认识和了解 进而有传承的机会 不让历史被大家遗忘 就是从很久以前里长就不断告诉我们 就是有关于新真包子聊一些故事的传承的部分 那么现在就我也会投入二少关怀基地 那一边在讲课程的时候 一边告诉他们有关这方面的传承的故事 民众沿着巷子走 还可以陆续看到古厕 晒大鼓以及踩竹笋的彩绘画面 旁边还搭配了老照片可供参考 让时光狼道达到寓教娱乐的效果 记者坊间凯琳锦鱼五股采访报导 我们下期见